这一章呢讲一下路由里的这个segment 那么segment是一个比较灵活的路由 它可以自定义 定义我们的变量 它可以定义变量定义参数是否可选 然后定义这个参数的这个限制 它可以做的也是那么在创建的时候呢 它是可以有三个东西传入进去 这个我们在其实在Aeropen里也介绍过了 然后option里面呢我配置一下这个root 讲过那个中括号表示可选 里面的就是里面的东西是可选的 然后呢冒号参数名呢 这个是我们可以自定义参数 一般来讲呢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一般会进 比如说我写个action 那也就它代表是一个action变量 当然我们现在没有controller 所以呢我们定义一个deforce默认值controller呢 我们定义为这个Aeropencontroller 然后呢indust呢 我们定义为这个indust ok那么现在去你去访问我的Aeropen的时候呢 ok这样应该是一个404报酬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action是必填的 如果你不填 它认为这个root就呃匹配不成功 所以比如说我写个indust 是能访问到首页 是应该add呢 是访问到add页面 对吧 好 嗯 这里这里写错了啊 这个应该是action 好那么参数呢 你可以通过中号让它变为可选的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放在中号里边 那么我访问 我当我访问Aeropen的时候 其实访问到的是默认的action首页 因为这个这个里边的action是可以写的 可以不写的对吧 呃如果说你想这样去访问的 呃也没问题对吧 因为这里写了也没问题 呃如果你是这样的 那就404错 那么你可以考虑是这样做 呃 这个斜杠可以写 然后action 呃也就这一块这一部分是可写可不写的 然后呢这个 呃 啊你可以可以 这样做吧 你可以这样玩 可以这样玩 对吧 好 那么就是呃斜杠如果写呢 没问题的 它访问的还是首页 OK 如果我再写一个action呢 OK也没问题 对吧 这个是segment 呃一般呢我们还会可能说还会写上controller 那么 你可以这样写 然后controller里边呢再写action 哎这样的这样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说呃肯你如果写action 你肯定要写肯 肯定要写这个斜杠 肯定要写这个controller 如果你不写这个controller 不写这个action可以没问题的 indest 不写这个斜杠也没问题的 对吧 那么这个controller必须得写 如果你不想写呢 一样的 可以可以换成这样一个形式 啊就多层签套 可以写斜杠 写了controller那必须得写斜杠 写了这个斜杠必须写controller写杠 啊action必须写斜杠 controller写杠 啊所以这样又是一个结构 好那么我们的呃 嗯 controller要补上 ok也能找到首页 这也能找到 那么他还提供了一个呃 呃 呃他呢 主要是可以对controller和action的一个 嗯 参数的一个呃 限制 比如说我只限制它是呃 像controller我限制它是英语英文的 呃开始 你可以写正责本而是 然后呢 呃 这个后面是可以有呃 呃 英文的或数字的 包括下滑线 对吧 然后可以有新 那么你这你可以你可以 你对action也可以做对吧 好复制一下 好 那么一般来讲我们还可能说写上id 那么也就是在action后面的 你可以再来一层啊 稍微有点复杂 写上斜杠 然后再来一层 呃这个写错地方了 在这里 斜杠 然后呢id 可以再来一个id 所以因为层级多了 你可以考虑就是说把这些东西啊 分为子路由 呃 分为 不要写在一个路由里面 写一个路由里面呢 中号就比较多一点 那么id呢 你可以给它做一个只能是数字的 对吧 ok 好 那么这就是一个 看一下啊 如果说是 点击也没有1 看一下 呃 我先看一下我的数据库 嗯 啊 数据库只有5 那么啊 在这里可以点啊 编辑也可以进去 对吧 因为我的路由变了 我生成的路由的结构也会变 那么这样一个路由就设置正确 好 好 那么这就是一个segment 的一个路由 ity